第571章 祖龙太玄宫 真龙巢穴中 秦牧终于得偿所愿 将真龙巢穴中所有的龙羽参悟一遍 青荒老人本身便是神龙 基本上所有的龙羽他都认得 他的实力极高 具体到了哪个境界便不是秦牧所能知晓的了 不过 能够成为开皇天庭四大天宫之一的青龙宫的主宰 他的本事应该在侨夫圣人和阎王之上 周天星斗分为五大天宫 合并称之为天庭 五大天宫分为青龙天宫 统治冬天六十星斗 白虎天宫 统治西天二十七星斗 朱雀天宫 统治南天三十九星斗 玄武天宫 统治北天四十星斗 而中央则是天皇天宫 统治天皇星斗 除了天皇天宫 其他四大天宫以青龙天宫为罪 青荒老人的本事可想而知 他解读真龙之主功法 并非像小龙江苗那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解读 而是直接将龙朝内所有的文字化作功法 有浅极深 直接将功法传授给两人 这门功法叫做祖龙太玄宫 运用到所有的龙语 在龙音之中 正当肉身 元神 其元气修炼法门 神通修炼法门 肉身淬炼法门都藏在龙语之中 这门功法对于修炼者来说 提升是方方面面的 其元气之雄浑 神通之精妙 肉身之强横都是最顶级的法门 堪称道尽级别的功法 倘若能够完全参悟透彻 玄宫入道也并非难事 这是秦牧有生以来所见到的第一种达到这种层次的功法 而且是完整的功法 道门的道剑十四篇因为天上的星辰是假的 断了后路 第十四篇死活无法参透 所以第十四件无法直达道境 大雷音四的如来大成经只能将心境修炼到道境 而修为境界只能到达二十种天境 修炼到大范天境 后面的功法也没了 小玉经的功法只能让人修炼到神奇的境界 便没有了后路 天圣教的大于天魔经在神通上的造诣更高 但也没有成神的后续功法 颜康国的功法因为出现过断层 所以有着天然的不足 各个圣地的功法都有着很大的不足 然而 即便是有着完整的传承的太皇天 秦牧见到了许多神奇和魔神 但是能够让人直达道境的功法还是没有看到过 也未曾听说过 哪怕是太皇天的真神 其功法最多只是某一方面可以让人达到道境 想要让自己方方面面都修炼到道境 则需要自己的参悟 打磨 太皇天的功法并不能直接让人修炼到道境 能够直达道境的功法 唯有祖龙太玄弓 修炼这门功法可以修成祖龙元神 对龙族神通的参悟可以提升到道境 对于肉身的参悟也可以达到这种层次 这简直是一种逆天的功法 甚至超越了我的霸体三丹弓 秦牧不禁感慨 他在太皇天词别折华丽之后 便陷入功法入道的状态之中 将霸体三丹弓中的各种功法神通重整一遍 达到最完美的状态 只可惜被一群魔族高手打断了他融合神眼的过程 即便如此 他也初步做到了功法入道 然而功法入道与道境功法不一样 他的功法入道可以让自己的肉身 元神和神通都达到少年真神的状态 道境功法更高一筹 可以让神通达到道境 肉身达到道境 元神达到道境 而且有着进入神境之后的功法 这门功法虽好 但是更适合龙族修炼 我倘若修炼祖龙太玄弓的话 成就肯定还不如江淼 对我来说 只有最适合我的 才是最好的功法 秦木心中是然 祖龙太玄弓虽好 但他还是选择霸体三丹弓 不过祖龙太玄弓对他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好处 可以借鉴其中淬炼之道 淬炼肉身辕神和神通 完善自己的霸体三丹弓 这门淬炼法门 叫做祖龙八音 是极为霸道的法门 分为黏音 沙音 夺音 射音 千音 玄音 锤音 炼音 炼音 秦木立刻着手尝试一番 他的元气运行 以奇异的韵律震荡 瞻音爆发 顿时元气变得无比色质 以极高的频率震荡 只一瞬间 秦木便感觉到肉身发生奇妙的变化 血液变得粘稠 运行时爆发出惊人的轰鸣声 像是高山雪崩 但是气血奔行 变得更加磅礴 雪山万刃 雪崩惊天洞地 他的气血运行到手掌时 手掌变得蒲扇般大小 掌心元气运动 发出惊雷般的巨响 他以粘音淬炼血脉 运行一周 散去粘音 顿时只觉神清气爽 秦木又催动沙音 沙音震荡的精神 将他的精神练得无比纯粹 他催动夺音 三魂几乎被震散 夺音练魂 射音练破 千音练心 玄音练灵 垂音练筋骨 练音练道心 秦木逐一试炼一遍 对祖龙八音有了了解 立刻兴致勃勃地挥洒元气 用元气构建出自己的霸体三弹弓运行路径 尝试着将祖龙八音融入到霸体三弹弓中 他的面前 各种元气运行轨迹形成类似人体的形态 但是细看下去 便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结构 那是他的灵胎 无药和陆核神藏 元气在这些神藏中运行 形成无比复杂的体系 元气在每一个神藏中的运行轨迹各不相同 不仅如此 倘若看他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便会发现 元气在心脏中运行有着奇异的轨迹 在肾脏中运行的轨迹又与心脏不同 在双腿中运行的轨迹又与五脏六腑不同 可谓是极尽精巧之能 他试图将祖龙八音融入到元气运行之中 需要改动的地方不多 只需要在元气运行到心脏时运用到千音功法 运行到血脉时运用瞻音功法 运行到灵胎时运用玄音功法 如此而已 他在真龙巢穴中修改功法 对四周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清荒老人和姜淼立刻被他改动功法的动静吸引 目光落在他面前的功法运行图上 别看了 清荒老人摇了摇头 向姜淼道 你学不来的 此人多智而近邀 他的底蕴和智慧已经到了你看不懂学不会的地步 我来与你讲一讲祖龙太玄宫中的奥妙 为你解惑 姜淼小声道 马哈 清荒老人笑道 你不必怕我 姜淼大着胆子化作人形 老老实实地视力在一旁 清荒老人为他讲解祖龙太玄宫 尽量讲得浅显一些 免得他听不懂 这一讲便是四五日时间 秦目终于将祖龙八音融入到自己的霸体三丹宫中 他催动霸体三丹宫 元气运行时 自然而然地发出祖龙八音 淬炼肉深渊神元气到星 甚至 他施展神通时 祖龙八音也在运行 淬炼他的神通 秦目在真龙巢穴中游走 一招招神通使出 龙鹰不绝 招法威力越来越强 不由欣喜万分 争 他拔出两口杀猪刀 挥刀施展出夜战连成风雨 不过刀法刚刚施展出来 手中两口刀被震得粉碎 秦目呆了呆 从饕贴袋中抽出一根竹杖 一杖刺出 竹杖化作鸡粉 祖龙八音的威力太强 等仙灵兵根本不堪使用 他取出剑丸 剑丸中一口口飞剑流水般流动 他招住长刀 向两边一分 长刀一分为二 施展出横竖茫茫一线天 刀光交错 威力比从前更加强大 险些将龙巢中的一根根龙柱斩断 秦目急忙收招 这才免于拆了龙巢 他打量两口长刀 猛地将长刀抛起 长刀在空中分解为一口口飞剑 缓缓地围绕他绕洞 秦目细细查看 吐出一口浊气 行为道 幸好我的飞剑链得不错 否则真的没有武器可用了 他又陷入沉思 祖龙太玄宫中除了祖龙八音之外 功法中的神通也可以借鉴学习 祖龙太玄宫中有许多变化莫测的神通 倒可以化作佛门神通 有些则可以化作门神通 甚至荡成魔道神通来施展 却也不错 他还觉得许多神通也可以演化为剑法 倘若荡成刀法也会有很大的威力 而其中的身法神通也有很多精妙非凡之处 统法神通也很是惊人 他研究的越深便越是觉得祖龙太玄宫实在不凡 只能恨自己不是龙族 无法将这门功法中的神通发挥到极致 等到他再度醒来 却见清皇老人与江淼都不在真龙巢穴中 连忙飞身跃出龙巢 却见江淼正在村外修炼祖龙太玄宫 这少年化作一条宝蓝色的赤龙 一边游走一边催动功法 一边施展出祖龙太玄宫中的薄杀之计 这短短几日 江淼的修为实力便大有长进 脚疼变化 很是厉害 秦牧赞叹一声 只见这个小村子里许多年轻男女也在观望江淼练功 喝彩连连 秦牧走上前去 瞥见一个少女与自己年纪仿佛 应该还要小一两岁 笑道 这位妹妹如何称呼 那少女脸色顿时红了 我叫清雅 你别叫我妹妹 我今年已经三百岁了 你多大了 秦牧脸色胀红 看向旁边的少年 年纪与自己差不多 试探道 这位兄台 我今年六百三十七岁 那少年眨眨眼睛道 秦牧闷哼一声 这些少年少女 每一个的年纪都大得吓死人 一旁的中年男子笑道 我两万八百岁 秦牧不再询问他们的年龄 突然抖擞精神 笑道 你们去过颜康吗 我是颜康天圣教的教主 而经正直用人之计 清荒老人提着鱼网黑着脸走了过来 道 别打我们村的主意 功法我传了 你该走了 秦牧连忙道 前辈 而今太皇天正直战时 我师父也去帮忙了 清荒老人道 秦牙 送客 那个叫秦牙的少女探手 无比恐怖的元气爆发 一下子将秦牧禁锢 动弹不得 秦牙另一只手 将姜淼抓来 道 两位不要动 我送你们去千里之外 说吧 张口一吐 顿时云雾漫天 秦牧和姜淼身处在云雾之中 飞速远去 这么恐怖的修为 秦牧吓了一跳 高声道 前辈 我还有话要说 突然云气散去 他们落在一座山头上 秦牧正了正 遥望那个小山村 已经看不到了 他一句话还未说完 便被那个看起来 与他差不多大的少女 送到了千里之外 马哈 江淼一脸羡慕道 你也会这么强的 秦牧叹了口气 突然真龙巢穴呼啸飞来 请客间来到他们面前 秦牧脸色大变 这真龙巢穴沉重无比 他正要躲避 却见龙巢顿住 然后轻轻地落在山头上 这才松了口气 心中更加亥然 难道真龙巢穴 也是那个青牧扔过来的 他的法力 未免太强了吧 我的法力 只能催动两三百斤重的飞剑 延伸到两百里外 而他却能催动真龙巢 飞出千里之外 马哈 江淼羡慕道 秦牧无奈 回头道 江道友 你可以说人话了 奇怪 我又不是灾心 为何青荒老人不愿意让我留下 第572章 他相遇故知 那个小小的龙村 青牧将秦牧送走 又用元气裹着真龙巢穴 送到千里外的秦牧身边 向青荒老人道 老祖 为何这么快便送走秦师兄 他不是开皇后人吗 其他村民也是好奇不已 纷纷围上前来 询问道 听老祖说 老祖与开皇是生死之交 这次赶走秦师兄 有些不近人情了 青荒老人瞪了他们一眼 我们又不是人 近什么人情 再说 我当年是与开皇生死之交 但都是我吃亏多 占便宜少 开皇这家伙 自己带着妻儿老小 跑到老实子无忧相快活去了 把烂摊子丢下来 自己不闻不问 老子给他擦屁股 想得美 青牙等人面面相去 青荒老人越说越气 冷笑道 没见过我说粗话 老子当年是开皇天庭 最有名的粗话行家 骂死过一群牛神 开皇丢下一堆烂摊子 多少道友 都在等待他东山再起 等待他卷土重来 然而呢 他背着鱼网 向村外走去 声音带着怒气 他至今没有露面 量了多少老兄弟的心 这个秦牧是他的一百零七世孙 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婆龙 一百零七世孙的名头 只能说说而已 哪个皇帝的一百零七世孙 还是皇子 真龙的一百零七世孙 还都不如小长创 他想请我出山 亲自从无忧乡里出来请我 否则就算皇太子来 老子都不搭理 众人跟上他 来到一处寒潭 青荒老人在岸边撒网 却迟迟没有收网 过了片刻 思索道 这个秦牧其实是有些能耐的 但是还不够 远远不够 他来的目的是 为了取回兵符 学习祖龙太玄公 我都给他了 我们青龙一脉 不欠他什么 不欠秦家什么 青衙等人不说话 一个中年汉子咳嗽一声 道 老祖再不起网 鱼便都跑了 青荒老人自言自语 这个秦牧 是个关于惹事的小家伙 我看人极准 断然不会出错 他的脾性 与当年的开晃有些相似 都是坐不住的性子 都是喜欢折腾 喜欢捣咕的性子 我是担心 你们跟着他 会让你们有性命之忧 咱们在村里生活了两万年 虽然很平淡 但是其乐融融 老祖 欲真的跑了 青衙紧张道 青荒老人道 虽说开晃那丝很讨人厌 和他一起 总是心惊胆战 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便死翘翘了 但是不知为何 我总是很怀念那段岁月 一回想起来便感觉到心窝里热热的 一回想起来 眼眶便热热的 青衙扑通一声扎入寒潭中 过了片刻 抱出来一条红彤彤的大鱼 青荒老人喃喃道 我为何会怀念那段岁月 难道我老了吗 不行 我不能让你们出村 这个秦木贼没鼠眼的 一看便是一肚子坏水 农村的村民们正在喷火烤鱼 将青荒老人扔在水潭边 青衙小声道 我倒觉得 那位秦氏兄长的眉青木秀的 眼睛大大的很清澈 不像是坏人 中年男子低声道 你少说一句 老祖在天人交战呢 再说 老祖天生就是骂人成精 嘴里能有什么好话 言说 老祖真的骂死过牛神 年轻人纷纷好奇道 那中年男子青年迟疑一下 点了点头 巧声道 是一尊真神 被骂了三天两夜 老祖嘴里的脏话 没有重样的 那尊牛神还不了嘴 又打不过 活活气死了 据说吐血成河 叫了三天这才咽气 众人悚然 回头看去 青荒老人还站在寒潭边 正正出神 自言自语 这坏小子身上还有魔性 很深厚的魔性 连吐蕃都要镇压他 吐蕃一向只镇压穷凶极恶之徒 可见 他的确不是什么好货 不过这小子学东西倒是很快 而且还很有自己的想法 是一个另类的天才 但这么喜欢折腾 也很容易 把自己折腾死 农村的年轻人们吃着烤鱼 轻牙疑惑道 老祖是在夸秦师兄 还是在骂他 青荒老人还在天人交战 南南道 我不能让小辈们 或许让他们出村 未必会是一件坏事 众人将鱼吃完 留下一地鱼骨头 青荒老人终于从天人交战中走出来 抖了斗鱼网上的水 准备收网 笑道 青年 咱们今儿吃烤鱼 吃吧之后 我续你们去大序外转一转 青牙等人欢呼 四散而去 青荒老人呆了呆 摇了摇头 将渺化作人形 变成与秦玉长相有些相似的少年 一边跟着秦木 一边修炼祖龙太玄公 各种招法神通施展出来 不断磨力自身 很是勤奋 秦木边走边催动自己的霸体三丹弓 霸体三丹弓运转一周 祖龙八鹰便想了一遍 龙鹰不绝 不断淬炼自身 两人走向灵能 对千桥 速度却也不慢 秦木为江淼练了几炉水行神圆丹 让他修炼累了的时候补充体能 江淼不挑食 水行神圆丹其实味道并不好 但是与他的元气相合 所以他也吃得津津有味 连赞秦木的手艺 秦木想起龙麒麟 暗叹一声 正在此时 他突然停下脚步 四下看了一眼 江淼急忙停步 好奇道 教主 怎么了 秦木露出思索之色 啊 我刚才感觉到 似乎有什么东西接近 但是细细一看 却没有看到什么 古怪 难道是我看走了眼 他继续向前走去 等到他们走远 突然一株勺药花 像是青烟般飘动 然后化作班公错的模样 只是身上长着一条鹿腿 这小子竟然察觉到我 我的修为实力明明已经大大提升 竟然还被他发现 小兔崽子的修为提升的不慢啊 他身边还有一个小鬼 像是龙族 这小子狗屎运 竟然能得到真龙相助 更有可能是这小子拐卖真龙 有人来了 班公错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耳朵动了动 身躯一摇 化作一株大树 树干上冒出两只眼珠子 咕噜噜地转来转去 哗啦 一群青龙驾着狂风呼啸而来 让他不禁看直了眼 这些青龙最短的 也有三五十丈长 奔行速度极快 看样子是循着琴木的足迹追踪而来 呼 狂风呼啸 几十条青龙遁足 停在班公错周围 其中最短的那条青龙摇晃身躯 化作一个轻衣少女 细细查看一番 道 他刚刚走过去 应该还没有走远 要不要多久 咱们便可以追上他 突然 最大的那尊青龙身躯盘绕 龙驱将班公错所画的树木包围 盯着这株大树 道 这株树有古怪 班公错不敢怠慢 连忙献出真身 裴笑道 诸位龙族前辈 你们可是在追踪一个情性少年 晚辈是才见此人相貌凶恶 鬼鬼祟祟的溜过去 身边还拐带了一个龙族少年 你见到他了 青崖又惊又喜 连忙问道 他去了何处 班公错大意凛然道 晚辈可以与诸位前辈带路 定然叫这丝无路可逃 众人大喜 纷纷笑道 倘若你能引领我们寻到他 道省了我们一路追踪 班公错急忙客气一番 一蹶一拐地在前面带路 笑道 这小子滑不留手 跑得很快 但是他难逃我的追踪 诸位请随我来 诸多青龙各自化行 化作年轻男女 青年则是个中年男子 跟上班公错 追踪秦木而去 秦木与将秒速度颇快 远远看到 灵能对千桥冲天而起的光芒 两人加快脚步 来到城镇中 秦木采购一些药材 道 回到了太皇天 你不要去追随秦玉了 我答应过秦玉师弟 还要还给他 江秒面露难色 我从前灵芝未开 所以才追随他 现如今开了灵芝 再让我缠在他身上 我做不出来 教主 你可否出面 与他分说分说 他毕竟与我有恩 我不好开口 秦木想了想 笑道 我向他借了一条幼龙 然后还给他一个大男人 这种事 我也说不出口 你自己与他说 江秒愁眉不展 两人来到灵能对千桥 江秒磨磨蹭蹭不愿进去 秦木笑道 到了太皇天 我做主 让你与他结拜为兄弟 如何 江秒终于释然 笑道 那就有劳教主了 两人正要走入灵能对千桥 突然搬公错一拳一拐 大摇大摆地走来 哈哈笑道 秦教主 人生何处不相逢 别来无恙啊 秦木眼睛一亮 笑道 原来是大尊 你可还记得 上次你站在我背后 意图加害于我 我是如何对你说的 下次见你 我取你手劫 你想怎么死 你是发了 还想取我手劫 班公错冷笑 喝道 你看我身后是谁 他身后 青年 青崖等龙村的强者走来 青崖激动地向秦木挥了挥手 笑道 秦师兄 老族许我们出村了 秦木也是又惊又喜 连忙道 清荒老人 许你们出村历练了 实不相瞒 我天圣教证只用人之计 班公错瞠目结舌露出惊恐之色 心中暗道不妙 感情这丝不是拐了一条幼龙 而是拐了一群真龙 要糟 要糟 事不宜迟 溜之大吉 他刚想走 身后出现一个中年男子 青年的大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笑道 秦师兄 这位小道友 与你是熟人吧 多亏了他 我们这才能这么快便寻到你 秦木似笑非笑道 我的确要好生 谢谢大尊 颜师兄 笨住他 这司陶跑称神 第573章 陆离降临 他话音刚落 青岩手下突然一空 班公错身躯贴地 化作一道影子 青岩心中一惊 探手向地上的影子抓去 却见那影子播的一声散开 化作一团烟气 让他抓了个空 那道烟气分成数十道 贴地而去 龙村的其他年轻高手 各自腾空而起 向不同方向扑去 各追一道烟气 将一道道烟气打散 烟气中却没有班公错的踪迹 突然 秦木抬手一道见光飞出 血光乍现 一条腿凭空出现 落在地上 血迹斑斑 秦木以气欲见 见光闪闪 然而却刺了个空 更多的烟气四面八方铺开 大大小小的街道到处都是 烟气中传来班公错经路的声音 姓秦的 我与你势不两立 这里本来便人来人往 此刻烟雾填满了一个个街道 不少行人连声惊讶 诸多龙族高手 在人群中四处搜寻 更加难以找到班公错的踪迹 青眼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他乃是一尊龙神 竟然被班公错从手底下逃了出去 顿绝脸面挂不住 而且 班公错是个瘸子 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 短腿还是一条路腿 竟然被他逃了出去 着实丢脸 不过这也怪不得他 他先前没有敌意 只是拍一拍班公错的肩头 并未想情下他 等到秦木出言提醒 他已经来不及将班公错禁锢 班公错逃命的本事天下无双 即便是秦木也自愧俘如 就算是心暗想要擒拿秦木 也需得将他堵在死胡桶里 更何况班公错 秦木见龙村的众人都有些垂头丧气 道 诸位无需沮丧 班公错的逃命本事 连我自愧俘如 我与他在相同境界争斗过数次 拿不下他 只能砍掉他一条腿 而今 他已经高出我一个境界 是天人境界的大高手了 本事又提升了许多 从前他不能施展的逃命神通 现在能够施展出来 更难能留下他 我能够在诸位的帮助下 又砍掉他一条腿 已经是相当不凡的成果了 天人境界便有这等亡命本事 真是了不起 龙村的众人惊叹不已 不过众人心中更是不舒服 班公错现在只剩下一条路腿 竟然还是从他们手中逃了出去 这逃命本事的确堪称恐怖 他们这次出村 是抱着一战成名的念头的 没想到刚刚出村 便遇到了班公错这样一个怪胎 受了点挫折 青崖兴奋道 我们第一天出村 便遇到了这样有趣的一个人 村外的世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精彩 龙村其他人则没有他这么兴奋 秦木看在眼中笑道 你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外界了 道法神通有些过时 你们先不要急于回村 不如随我去太皇天多多历练 接触一下当今世界的道法神通 众人乘势 轻言迟疑一下 道 这次出村 老祖吩咐我们说 不要与你走得太近 秦木将班公错的断腿捡起来 封住断腿处的伤口 练了一些药液 将断腿放在药液中 笑道 秦皇前辈还是太小心了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并非是坏人 你们到太皇天 可以尽管打听天圣教主秦木 保证交口称谕 名声好得很 秦雅好奇道 严书曾经去过严康 说起过天圣教 叫做天魔教的 名声很不好 秦木笑容满面 道 那些都是误会 而今误会已经消除了 而今 我们天圣教在严康的名声 帮你打听 绝对是有口戒备 秦大教主转身 面色阴沉地走入玲能 对千桥 秦道 说我们天圣教是魔教的 基本上都已经被我打残 但也难保有人在我背后嚼舌头 所以还是去太皇天 我和天圣教在太皇天的名声好得很 他们只要一打听 便距离入教不远了 秦岩带着农村的年轻男女 跟着他走入玲能 对千桥 顿时天旋地转 只觉时空飞逝 带到他们脚踏尸体 走出玲能对千桥 眼前顿时出现一个 苍茫壮酷的意识剑 众人嘖嘖称奇 秦目却看向远处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天空中 颜康国的工匠们 正在组装第二轮太阳 已经建成大半 两轮太阳照耀 并不能将太皇天完全照亮 在极远之地 天空昏暗 天空下魔器如雾 笼罩天地 那片天空下 便是魔族的领地 一座座有如高山般的巨大祭坛 在迸发出浓烈的黑光 黑光如烟 直冲云霄 一道道黑光 像是矗立在天地间的柱子 黑光中时不时有一个庞大的身躯 从天而降 魔族在血迹 难道是 他们从幽都请来了 他们魔族的老祖宗 那些魔性怨念淤积而诞生的魔神 秦目定了定神 他被傅日罗掳走 曾经在魔族的老巢中 见到了一座座气派非凡的巨型祭坛 从傅日罗口中得知 这些祭坛便是用来召唤幽都魔神的 当时傅日罗触发了他的玉佩中的诅咒 遭到诅咒打击 傅日罗遭受重创 许多祭坛也被摧毁 现在看来 魔族又重建了祭坛 而今 这些祭坛已经被启动 正有幽都魔神源源不断的突破 幽都与太皇天的壁垒 降临到这个世界 事态严重了 秦目定了定神 换来看守灵能对千桥的太皇天守卫 画了一幅画 道 倘若遇到一个长着一条鹿腿的少年 从桥中走出来 便将他砍了 不要给他辩解的机会 那守卫收了话 让其他守卫传阅 这些少年若是果真进入灵能对千桥 肯定难逃一死 但愿你们能除掉他 秦目带着众人匆匆离去 赶往黎城 黎城如临大敌 正在练兵 颜康国师与庞玉等神奇站在城楼上 看着下方千军万马变换阵法 秦目带着青年青雅等人来到城楼上 他原本便是住在这里 秦教主 这几位是 颜康国师惊讶 打量青年青雅等人 心头大振 他能看得出来 秦目身后这三十七人来历非凡 除了江淼之外 其他人一身修为无比雄魂 甚至还有两人只怕是神奇 不知道秦目从哪里请来这样一批大高手 国师 他们是大虚农村的 离我们残老村有些远 我好不容易才将他们请来 秦目介绍一番 道 清颜世兄 清和世姐 这位是颜康国的国师 五百年一初的圣人 五百年一初的圣人 怎么能比得上举世罕见的霸体 秦教主 你们大虚的村庄真是藏龙卧虎啊 现有残老村的九老 现在又有龙村三十六英杰 真是深不可测 颜康国师向清颜 清和等人见礼 笑道 诸位来得正好 我正范畴这一战如何打 有诸位相助 压力也会小一些 清颜连忙还礼 道 早听闻国师之名 今日终于得见 五百年一初的圣人 这个传说极为久远 我在开黄年代便早有耳闻 秦师兄还是霸铁 他看向秦目 笑道 实不相瞒 我从清荒老祖那里 听到过关于霸体的传说 颜康国师愕然 心道 这世间竟真有霸体 我原本还有些疑虑 他打起精神 道 诸位 魔族来了许多援兵 天师则去了魔族世界 至今未归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太皇天虽然有颜康支援 但是颜康中的神奇数量不多 远不如魔族 这次召唤的魔神多 龚玉真神等人面色凝重 桑叶尊神道 这些幽度魔神是魔族的老祖宗 只知道杀戮 比魔族还要血腥残暴 他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魔怪 极为可怕 实力比高等魔族还要强 而且数量极多 太皇天 怕是守不住了 众人沉默 秦目遥望远方 一道道黑光中 还不断有幽度魔神被召唤过来 心道 心暗的生死神藏中 那个叫陆离的女子 便是来自幽都 这个女子寻我 所为何事 傅日罗这次召唤幽都魔神 不知道有没有他 魔族大都 傅日罗揉了揉胸口 看着面前的祭坛 祭坛上一道魔光在疯狂卷动 诸多魔族将士 正在不断屠杀人族和低等魔族 当成祭品 血肉献祭 这次献祭耗费的祭品太多 显然响应召唤的幽都魔神实力极强 若非如此 也不能惊动傅日罗 过了片刻 空中的魔光突然收拢 急速回落 待到魔光完全散去 只见一位绝色佳人 形单影只的站在祭坛的中央 傅日罗见到这位绝色佳人 不由脸色大变 脖子一拧 换了一副笑容面孔 哈哈笑道 幽都四大统领之一的陆离 为何会响应我的召唤 亲自降临 那绝色佳人连部款款 从祭坛的阶梯上 一接一接走下来 环顾四周 口中传来男子声音 笑道 我来寻一个人 一个十八岁少年 他的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琴字的玉佩 傅日罗闷哼一声 只觉自己胸前的伤口隐隐作疼 那是琴木给他留下的伤口 陆离 你要寻找的这个少年我见过 傅日罗淡淡道 他的玉佩很古怪 他更是古怪 你一定是摘下了他的玉佩 甚至是这玉佩中的封印 陆离笑盈盈道 你的伤势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应该便是他所伤吧 愚蠢 傅日罗脸色铁青 陆离笑道 你若是能勤拿这个琴姓少年 我倒可以帮你吞并太皇天 傅日罗又换了一张笑脸 大笑道 陆离统帅大驾光临 让我魔族彭壁生辉 第574章 简喜 陆离询问道 傅日罗 魔族中的智者 你将怎样才能引出琴姓少年 傅日罗微微一笑 悠然道 悠都四大统帅之一的陆离 又怎么助我吞并太皇天 陆离看向魔族那一座座巨大的祭坛 只见一尊幽都魔神 从祭坛上走下来 不由分说 便一把抓住百十个魔族的神通者 色入口中 经得其他魔族四散奔逃 祭坛边 立刻有魔族的魔神上前阻止 那尊幽都魔神乃是魔族的祖宗 只知道杀戮 没有多少智慧 诸多魔神催动一口巨大的罩子 总算将这尊魔族之祖困在其中 那尊魔族之祖在罩子中怒吼不已 肆意破坏 却无法将赵子打碎 那些魔神呼唤来许多魔族神通者 百十个魔族立时拉来巨车 将赵子放在车上 在前面奋力拉行 后面还有千百位魔族神通者艰难的推车 将这个赵子 连通里面的魔族之祖一起运往前线 你们魔族的军队太弱小了 你召唤来的魔族之祖 又难以驾驭 只知道吞噬 陆离淡然道 你想凭借他们 来摧毁太皇天的大军 恐怕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得不偿失 等到你攻下太皇天 只怕太皇天也会被打得稀巴烂 不会比你们的罗福天好到哪里去 傅日罗目光闪动 你应该知道 我的目的并非是太皇天 你的目的是开皇天庭所在的世界 陆离似笑飞笑道 傅日罗 你想以太皇天为跳板 血迹太皇天 将罗福天 太皇天与开皇天庭连通 让你们魔族 能够降临到那个世界中 傅日罗微笑不语 道 道兄也是魔族 难道便不希望我魔族壮大? 陆离沉默片刻 摇头道 你野心太大 但是能力不足 只会给自己照来霍端 不过我也是魔族 还是会助你 你控制不了魔族之祖 我可以 他衣袖一服 远处那辆巨车上的罩子突然裂开 里面的魔族之祖怒吼一声 从罩子中跳出 仰天咆哮 愤怒垂胸 魔气直冲天外 傅日罗脸色微变 四周的魔神也被惊动 急忙向那尊魔族之祖赶去 那尊魔族之祖却突然腾空而起 向傅日罗这边飞来 重重落地 站在陆离身边 一动不动 魔族的那几位魔神赶至 傅日罗抬手 你们退下 他看向那尊魔族之祖 只见这尊古老的魔神轻面獠牙 遍体都是极为古老的纹理 像是雕刻在皮肤上一般 傅日罗吐出一口浊气 道 道兄能够控制多少魔族之祖 陆离美艳的面孔浮现出一丝笑容 你能召唤来多少 我便可以控制多少 傅日罗三张面孔不禁变色 陆离可以控制这些魔族之祖 也可以让这些魔族之祖来攻击魔族 甚至推翻傅日罗的统治 他不想与天庭有所牵连 目的也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担心魔族落入天庭的掌控 所以他没有选择请天庭帮忙 而是召唤幽都的魔族之祖 而现在看来 自己还是太单纯了 天庭早已控制了幽都的魔族之祖 想以此为手段 控制所有魔族 他召唤来陆离的那一刻 魔族便已经不再是由他当家做主了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如何擒拿那个擒心少年了吧 陆离问道 傅日罗定了定神 道 擒下他并不难 功成略地 功心未尚 只要是人都会有弱点 太皇天的神通者 贪生怕死的不在少数 投靠我魔族的神通者也有不少 甚至还有一位神旨 只要我一声令下 会有人擒下他来见我 陆离眼睛一亮 你在太皇天有奸细 而且还是神奇 他是谁 黎城 琴慕站在城楼前 远远看到黑虎神纵跳如飞 带着龙麒麟和狐狸儿 从远处的魔族领地回来 跟他们一起回来的 还有数以百计的太皇天 和颜康的神通者 龙胖好像瘦了一些 琴慕眼睛一亮 他不在的这些日子 龙麒麟竟然瘦了一圈 虽然依旧大富翩翩 但是好歹肚皮不贴地了 琴慕大感欣慰 过了片刻 黑虎神来到城下 瞥见他在城楼上 立刻带着龙麒麟和狐狸儿 腾空而起落到琴慕身前 摇身化作一位少年 笑道 师弟 你总算回来了 龙胖 吐出你的龙珠 让我师弟看看 龙麒麟见到琴慕如见亲人 正要扑来讨要灵丹 文言指得乖巧地坐下 张口吐出一枚珠子 显然这段时间没少挨揍 变得很是听话 这枚珠子腾空 顿时光焰当空 霞光一彩 照耀方圆数十里 珠子中有一龙形纹理 在龙珠中不断游动 带着异常强大的水汽波动 琴慕喝了声彩 心中疑惑 龙麒麟的这枚龙珠 比他从前见过的其他龙珠都要小 只有指头大小 而他见过的龙珠最小的 也有拳头大 龙胖不是火鼠的吗 怎么龙珠是谁鼠的 而且这么小 难道从前的灵丹都吃错了吗 他刚刚想到这里 龙麒麟又张口吐出一枚珠子 像是一轮烈日当空 弥漫着熊熊热力 琴慕被那光线照耀 甚至感觉到刺痛感 两枚龙珠 不对 另一枚是麒麟珠 琴慕惊讶 立刻看出端倪 第二枚珠子 并非是龙珠 珠子中有着一头麒麟形态的异兽纹理 脚踏火云 张口做咆哮状 这枚麒麟珠就大的出奇了 足足有八斗那么大 两尺见方 内藏无比可怕的麒麟火 麒麟火汹涌无比 火力超群 琴慕看到这枚麒麟珠 甚至怀疑 而今的龙麒麟 是否修炼到了生死境界 龙珠是水鼠 麒麟珠是火鼠 难道龙胖是水火鼠性 琴慕神色呆滞 他只知道 龙麒麟喜欢吃火鼠麟丹 比如赤火麟丹 火形神圆丹 却没想到 龙麒麟是水火鼠性 而且 这两个珠子 一个太大 一个太小 显然是由于挑食所致 黑虎神得意洋洋 笑道 师弟 龙胖吃的灵丹太多了 淤积在体内 以至于肉身肥胖 这次又懒得出奇 而且没有修炼功法 只是凭着本能来吃 来修炼 所以越吃越胖 这次我带着他去魔族 与魔崽子们厮杀 压迫他的潜能 他这才能练丹成猪 练出两枚珠子 也瘦了点 龙胖还给你了 这些日子带着他们 我都没有去循摩神杀个痛快 琴慕大士感激 笑道 有劳师兄了 黑虎神笑道 我去也 你这些日子不要惹是生非 老老实实的 在这里逗我回来 对了 不要给龙胖吃赤火灵丹 和火星神渊丹了 他体内还预计着灵丹的能量 等到他炼化了这些能量 只怕能让麒麟珠 再变大三五圈 说吧 纵身一跃 消失不见 龙麒麟见他走了 哽咽落泪 说不出话来 勤募大感欣慰 龙胖想我了 激动地哭了出来 狐狸儿迟疑一下 小声道 公子 龙胖是饿的 也是被黑虎神训的 这些日子 你留下来的灵丹 早就吃光了 别的东西 他又不爱吃 黑虎神 一直让他与魔族强者厮杀 不给他休息时间 见黑虎神走了 这才委屈的哭出声来 龙麒麟连连点头 秦牧取出药材炼丹 笑道 我知道你肯定饿着了 所以回来的时候 买来了许多灵药 我这次最大的收获 还是帮龙胖 找到了修炼功法 不过 龙胖还有麒麟血脉 祖龙泰玄 他成功未必能够 将他的潜能完全激发 他非速练好异如灵丹 交给龙麒麟 却是水行神圆丹 与给姜淼吃的灵丹一样 龙麒麟甜了甜一粒灵丹 觉得味道不对 含泪吃了一颗 其他的则收了起来 狐狸好奇道 龙胖 你怎么不吃光 怕了 多收藏一些 而且 这灵丹的口感不对 不是赤火灵丹 龙麒麟小心翼翼道 教主 能练几斗赤火灵丹吗 琴木充耳不闻 换来姜淼 道 姜淼师弟 你来传授龙胖祖龙泰玄弓 我多练一些水行神圆丹 分给你们 姜淼乘士 将祖龙泰玄弓 传授给龙麒麟 为他讲解其中难以理解之处 龙麒麟悟性倒是不坏 只是太懒 但此次被黑虎神教训的够呛 也不敢怠慢 很快学上手 琴木又练了几炉水行神圆丹 分给姜淼和龙麒麟 琴教主 你回来了 琴玉的声音传来 飞奔上楼 满面笑容的向城楼走了 笑道 教主言而有信 我那条小龙教主想来 是会还给我的 姜淼脸上笑容僵硬 无助的看向琴木 琴木迎上前去 笑道 琴玉师弟 告诉你一件大喜事 你那条小龙穴 会了一门神功 威力强大 将来肯定可以成为龙王 琴玉大喜 四下张望 笑道 多谢教主了 我那小乖乖何在 姜淼师弟 哎 琴玉师弟叫你呢 琴木招手 姜淼硬着头皮走上前来 狐狸张着嘴巴 呆呆地看着这个少年走向琴玉 小短腿踢了踢龙麒麟 道 龙胖 有瓜子吗 龙麒麟摇头 琴玉一脸茫然 看着走过来的少年 这少年与自己模样有些相似 看起来比他还要英俊一些 虽说有些腼腆 但气宇轩昂 实力很是不弱 琴教主 琴玉扭头 向琴木看去 眼神中流露出震惊 惶恐 无助 茫然 和不知所措 姜淼便是你的那条小龙 而今化行了 他是永江龙王之子 而今修行了祖龙太玄公 将来成为龙神 龙王 不在话下 琴木取出几株箱 插在城墙上 和颜月色道 现在我将他还给你了 你们慢慢聊 他正要离开 琴玉抓住他的袖子 茫然无助道 琴教主 我借给你的是一条龙 你还我 姜淼也扯住他的袖子 琴木无奈 指得道 我来做主 让你们结拜成为异性兄弟 你们看如何 琴玉师弟 你多大了 琴玉迷茫的点了点头 我17岁 琴木看向姜淼 姜淼算了算 道 我2087岁 年纪正好 相差不大 琴木府长笑道 今后姜淼便是师弟你的结拜兄长 你便是姜淼的异弟 异兄异弟 这样便不会太尴尬了 来 你们磕头结拜吧 说吧 将两人奔着跪下 江淼和琴玉一脸茫然 被他摁着磕了几个头 琴木抹去额头的冷汗 飞速道 恭喜两位 琴儿 龙胖 我带你们去见几位龙族的前辈 走 狐狸儿还要看戏 被琴木抱起 放在龙麒麟杯上强行带走 城楼前只留下琴玉与江淼二人 公子 我还想看看他们怎么相处 狐狸儿兴致勃勃道 回头看去 只见城楼前的琴玉与江淼相顾无言 第575章 教主的怪人朋友们 琴能队千桥 一个长着两条路腿的少年公子 从光芒中走出 抬头四望 心中震撼无比 男男道 这个世界 比颜康壮阔多了 神魔到处都是 那小子建成这座琴能队千桥 竟然能直达另一个世界 真是鬼斧神功 小混蛋明明喜欢东搞西搞 根本不专心修炼 打造这座桥一定耗费他不知多少时间 他的修为实力 怎么还提升得这么快 头领 旁边一个守卫挪了挪嘴 巧声道 瞧那个路腿少年 是否便是琴教主给我们的那幅画上的那个 那对千桥守卫急忙取出琴木的画 对照一下 眼睛一亮 道 相貌一模一样 不过 这画上的少年只长着一条路腿 而这个少年却长着两条路腿 到底是不是他 他正犹豫不决 却见那个少年迈开 两条路腿登登登的走下石阶 向下走去 不管怎样 琴下再说 那守卫向其他守卫抛个眼色 众人心领神会 各自腾空而起 各种神通和灵兵爆发 见完刀丸高楼高塔大顶等灵兵 迅捷无比 轰然轰下 将那路腿少年淹没 恐怖地拨动四面八法冲击而去 久久方才平息 灵能对千桥至关重要 因此 守护这座桥梁的多是高手 最低也是生死境界 还有几个神桥境界的强者 众人各自收回灵兵 快步来到祭坛边缘向下看去 只见那里是一片白地 众人骇然 四下搜寻 一个个双眼放光 洞照百余里的距离 突然只见百里之外 那个路腿少年身形出现 迈着两条路腿轻快地向前跑去 用神眼将他射杀 那守卫高鹤一声 众多守卫眼中 神光飞速凝聚 化作一道道威力惊人的光芒 照向那百里之外的路腿少年 那路腿少年 在他们的同法神通 即将落在身上时 突然间消失不见 再度出现时 又是离开了百里的距离 离玲能对千桥两百里远近 众人准备再度凝聚同法神通 那路腿少年 又是消失不见 再也看不到了 众人相顾骇然 有些不知所措 正在此时 只听身后 传来哒哒的声音 又有一个少年 走出玲能对千桥 身后跟着一口大箱子 那口大箱子 长着几条腿 走路哒哒作响 跟在那眉目清秀的少年身后 好像是秦教主的箱子 但是这人并非是秦教主 众人正在纳闷 那少年眼眸如星 声音很是好听 道 这里是太皇天吗 哪里有真魔 那守卫客气气道 这位小哥是颜康人 寻找真魔做什么 找魔头的话 只能到那边魔族的领地去 颜康国师正在离城训练将士 阁下先去离城头靠国师 才方便行事 那少年摇头道 我只是要收藏一些魔神的肉身和原神 寻颜康国师这个晚辈做什么 现在的他 还不值得收藏 他正要离去 突然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 提着个大箱子 背着一口大炉子 从灵能对千桥中走出 满面笑容 乐呵呵的 怎么今天从颜康过来的 都是些怪人 众手为纳闷 先是来了个两条路腿的少年 后来了两个带着箱子的怪人 那少年看到这个背着炉子 提着箱子的老汉 不由脸色大变 面色无比阴沉 哑巴 我许你很久了 那老汉见到他 脸色也不由一变 脸上的笑容僵硬 阿巴 啊啊 没错 就是我 星暗 星暗杀气滔天 冷冷道 虽然现在的你 已经没有收藏的必要 但是你困了我这么久 死仇不报 哑巴 你跑得好快 灵能对千桥一阵光芒闪动 一个身材无比魁梧的大汉 披着大肠 从灵能对千桥中走出 尖头扛着一口大刀 笑道 还是你的箱子好 变成舟撒腿就跑 害得我怎么也追不上 星暗 天到 星暗眼角跳了跳 身后的箱子突然缩了腿脚 躲在他的身后 显然还记得被屠夫大卸八块的情形 星暗背负双手 淡然道 你也突破神桥进入天宫了 一个哑巴 一个天刀 两尊神奇 都是仇人 嘿嘿 你们可以一起上 屠夫双眼放光 哈哈大笑 星暗 我追杀你八万里 还是被你逃脱 你很了得 村长那老家伙说你本事极强 可惜村长死了 但是你还活着 我早就想为你一会了 星暗微微一笑 悠然道 人黄剑神吗 他早已不是我的对手了 你们一起上吧 我解决掉你们 还要去猎杀魔神 丰富我的收藏 灵灯对千桥又是光芒晃动 一个身子修长的轻衣老者走了出来 气宇非凡 像是高高在上的皇子 摸了摸自己的两只铁耳 发现铁耳还在 这才松了口气 疑惑道 这座桥是木耳建造的吗 木耳倒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星暗 龙子 星暗这小兔崽子修成 神奇了 屠夫喝道 你最弱 当心一些 灵灯对千桥光芒晃动 众人眼前不由一亮 只见一位绝代佳人走出光芒 美眸顾盼间众人都有些失神 星暗 他惊讶道 司伯伯 变老一点 不要让我失神 屠夫怒道 待会一起上 干翻这丝 灵灯对千桥中 又有一个身材矮小的老者走出 身后背着一杆黑龙枪 悠然道 星暗 你好大口气 他身后跟着一个憨笑的干兽老者 瞥见星暗 脸色大变 急忙转身 便要返回灵灯对千桥 却被黑枪老者抓住衣袖 只得留下 星暗目光从四婆婆脸上一开 落在瞎子的身上 冷笑道 老对头都来了 正好送你们一起上路 就在此时 灵灯对千桥中 一个戴着青铜面具的魁梧男子 气喘吁吁的走了出来 大口大口的喘息道 你们跑得太快了 我舍了老命 这才勉强赶过来 可不能再跑了 咦 星暗也在这里啊 星暗脸色巨变 提着箱子远顿而去 只听轰隆一声 他的身形破空 留下一片云气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 他便已经奔出百里之外 速度之快 令人瞠目 要是摸了摸脸上的面具 差一道 他跑这么快做什么 我还未来得及下手 天刀老师 灵灯对千桥中 一个厚重响亮的声音 从大虚传来 震耳欲聋 我看到你了 你不要跑 青鸟 跑快点 老师 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说 说 屠夫面色如土 连忙道 霸山追上来了 咱们快走 私婆婆等人连忙离去 过了片刻 一头高达十多丈的青牛壮汉 从天而降 嘴里叼着一朵牡丹花 一身肌肉蹦蹦跳跳 很是兴奋地走出光芒 接着又有一个大汉走出 四下望了望 喜道 老师的刀光显眼 瞒不过我 青牛 显行 那青牛壮汉摸得高叫一声 化作首尾四十多丈的青牛 遍体青色棕毛和龙铃 壮汉跳到牛背上 青牛踏空而去 灵能对千桥的守卫面面相去 那头铃吐出一口浊气 道 今日来的怪人真多 他话音未落 突然光芒闪动 从对千桥的光芒中走出一老二小三个和尚 老和尚宝像庄严 身后浮现出二十重天 二十重天中 坐着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数以百计的高僧 有妖有人 那两个小和尚一个面如满月 宝箱庄严 一个则像是黑塔一般雄壮 手持一口蝉杖 老和尚道 站空 问路 那黑塔般的毛和尚上前 单手问讯 向首尾头领问道 路 那头领帐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试探道 善 啊 黑和尚道 善 那 首尾头领抬手指向离城方向 老和尚迈步 带着两个小和尚走下队千桥 明星赞道 如来 站空师兄问路 真是言简一该 仅仅两个字便问出了道路 弟子收获颇多 马如来点头 道 他有大智慧 众多守卫呆呆地目送他们远去 还未回过神来 又有一些老道士老道 雇佣着一位少年道士 从桥中走出 这便是秦老魔建造的灵能对千桥 秦老魔的数数造诣 真是登峰造极了 诸多老道士老道姑 对诸多守卫视而不见 取出各种演算工具 目中无人 镜子测量计算 这座对千桥的各种符文印记 兴高采烈地交流起来 众多守卫面面相去 正打算上前询问那个少年道士 却见少年道士比老道们还要兴奋 一边测量一边演算 嘀嘀咕咕 很是狂热 如痴如醉 颜康的家伙 都是怪人 这些道士还在测量演算 又有几位道谷先锋的老者 带着几个少年男女走来 见到这一幕 笑道 林轩道主 你们做什么 原来是小玉京的前辈 还有木然师兄 林轩道主抬头 兴奋道 秦教主在这座桥上运用到的数数实在惊人 我们正在测算 王木然笑道 道主 你们即便测算 也未必能将里面的学问全部算出 何不去询问秦教主 让他给你们道门一份图纸呢 林轩道主恍然大悟 换来诸多道士 笑道 我们一看到 这座对千桥 便忘记了还有捷径 对了 虚生花虚师兄道了没有 母亲带道 他从上苍回来之后 便去了太皇天 应该早就到了 多半是去镇神塔 看看自己是否能够通过少年真神考验 众人熙熙攘攘 向离城方向走去 显然早有弟子来过这里 熟知路径 只留下茫然的众多守卫 这些人都是秦教主朋友吗 都是些怪人 那守卫头领喃喃道 秦教主这么正常的一个好人 怎么会结交这些怪人 第576章 我较查 真是规律的事件 王牧然 林轩道主等人东张西望 只见太皇天着实壮丽 一座座巨大的祭坛 散发出的黑光连接天穷 天空中还有两轮太阳 皆是赞叹不已 浑然不知 那一道道黑光 是幽度的魔族之祖降临造成的异象 听说原本这里的太阳不堪入眼 我便不敢来 林轩道主笑道 现在国师重造太阳 这才敢于踏足 他们来到离城外 有士兵前来盘查 听闻是颜康的神通者 连忙道 最近有许多魔族出没 因此 不得不严加防备 冒犯了 王牧然四下张望 只见城外正有军队操练 战旗在空中挥舞 神通者在巨大的战阵中 狼奔使徒 各个修为了德 战力极强 不由跃跃欲试 牧然稍安勿躁 清幽山人道 太皇天的传承完整 比颜康高一筹 你虽然从丰都那里学得了一些传承 但比太皇天的神通者 还是要稍有不如 你若是想与人交流 须得找低你一个境界的神通者 王牧然颇为不服 摇头道 是不 颜康中除了秦教主 通境界 我不属于任何一人 林轩道主眉头挑了挑 咳嗽一声 王牧然向他看来 不仅不慢道 林道主有意见 林轩道主微笑道 没打过 怎么知道你不属于任何一人 王牧然眼中光芒阴晕 说的也是 你我虽为天蒙中的首脑 但却从未较量过 毕竟你是道门的道主 地位太高 而我不过是小玉京的学徒 但是你地位太高 反而很少有出手的机会 我很怀疑你 现在是否还能打 林轩道主幽然道 你是打过很多人 但你打的都是比你弱的 有时候 与强者较量一场 便能胜过与雍者较量百场 慕然师兄以为呢 两人火气健忘 郑郁出手 突然一声惊人的轰鸣传来 众人急忙看去 只见战阵中两个女将正在相争 却是颜康的林玉秀公主 和天圣教的思云香圣女 分属操练战阵的不同阵营 俯一碰面便大打出手 林玉秀抬脚重重一跺 泥土翻飞 天空中顿时出现无数雷霆 雷霆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一条条雷霆青龙在漩涡中飞舞 轰隆 二女碰撞 雷电交加 林玉秀挥锤 无数雷霆青龙从天而降 神通爆发 威力强的让王木然和林轩道主眼角乱跳 林玉秀走的是战绩和道法河流的路子 道法神通藏在战绩之中 每一击打出神通的威力堪称恐怖 与他对决的四云香神通藏见的路子 四云香继承了天圣教神通诡异莫测的优点 论修为他是不如林玉秀 但是将天圣教的各种神通结合起来 威力也是非同小可 教主好不偏心 将祖龙泰玄宫传给你 秀丫头 你就算杀了我 我也是正牌的教主夫人 香丫头 你是教主夫人 明明是我拜堂成亲的 就算牌 你也只能牌到老二 我与放牛的青梅竹马 早已呼唤了定情信物 这口大锤便是他送给我的 呸 哪有定情信物是大锤的 教主与我才是私定终身 他送给了我 他的少宝剑 呸 少宝剑明明是你勒索来的 而且还被你卖了 林轩道主和王沐然等人瞪大眼睛 只见这两个女孩 在战阵中各种神通道法爆发 威力实在可怕 只是二女杀出了火器 战阵运转变换 她们却没有跟着战阵转变位置 依旧捉队厮杀 突然又有一个长辫子少女 杀入二女之间 隔开二女 道 两位姐姐 这是演练 不是真的厮杀 桑花 你也要插足不成 三个女子杀得天崩地裂 林轩和王沐然亥然 对视一眼 心里沉甸甸的 桑花她们不认得 而林玉秀和四云香她们却很熟悉 这两个女孩也是天蒙中人 虽然很出色 但是实力要比她们逊色一些 林玉秀和四云香先 她们一步进入太皇天 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没想到这短短的时间内 二女的修为实力突飞猛进 让她们感觉到了压力 一个多月不见 咱们便可能打不过她们了 咱们又何必这么输赢 林轩道主苦笑道 而今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个学生 学习太皇天的修炼之道罢 王沐然点了点头 秀公主和香圣女 可以在短短时间内便有很大提升 说明颜康的修炼体系 的确有着很大不足 只要补全这个不足 我们也会有一次实力飞跃 战阵演变 又有几支军队杀入战场 林轩道主看去 只见操练的军队中 还有许多颜康的世子 魏庸 秦玉 沈万云 月清红等人实力也是突飞猛进 战力提升极大 让他们倍感压力 虚声花枣我们几天进入太皇天 这家伙聪明得很 估计已经得到太皇天的修行奥妙 只怕可以从容通过镇神塔的考验了 他们走入城中 却见街道两旁有许多天圣学宫的学堂 学宫的世子正在里面听着太皇天的神奇或者神桥境界的强者传授修行之道 秦教主真会钻营 林轩道主待了待 看向身边的老道士老道姑们 道 我们道门太闭塞了 太皇天的修炼之道必须要学 否则便要被天圣教打压得抬不起头来了 秦教主的法子就很好 只要有用 那就学过来 丹阳子等人纷纷乘试 他们经过一处宫殿 只听佛音震荡 向殿里看去 却见大雷音寺的大和尚老和尚几乎全来了 正坐在殿中 中央坐着马如来 诸多高僧高颂佛号 头顶浮现一重重 佛门诸天 这二十诸天越来越真实 每一层诸天中的诸佛诸神诸菩萨 身影若隐若现 似乎要从虚无中走入现实 师伯 他们在做什么 王木然询问清幽山人 打通佛界 清幽山人解释道 根据《小玉经》的记载 佛门有着自己的世界 叫做佛门诸天 在开皇时期 诸佛飞升去了佛门诸天 留下来的是大了阴寺 开皇时代结束之后 去佛界的路就断了 天都是假的 是一个大封印 自然去不了佛界 而太皇天的世界壁垒薄弱无比 马如来一定是打算 在这里打开佛界诸天 与古代诸佛取得联系 龙玉道 马如来是打算寻到 如来大成经的后续功法 清幽山人点头道 多半如此 如来大成经 只能修炼到二十重天 刚刚进入佛境 没有后面的修炼功法 不像远大 定是为了如来大成经的 后面诸天修炼之道 林轩道主羡慕非常 向丹阳子道 师叔 咱们道门是否有道界 丹阳子摇头道 不曾听说过 林轩不由头大如斗 叹道 祖宗不努力 而孙徒伤悲啊 历代道主 也太淡薄名利了吧 再不努力 我们便会被大了阴司比下去了 今后还如何做道家圣地 道门不可如此蹉跎下去了 丹阳子巧声道 道主 我道门虽然没有道界之类的诸天 但是却有得道的神奇隐藏在诸天诸地之中 这太皇天也是一大诸天 应该也会有我道门的高人 只要寻道我道门高人 便可以补全道门的道法修炼体系 让道剑十四篇完整 还会传来完整的先天太玄弓 林轩道主精神大振 随即黯然道 太皇天绝对没有我道门中人 否则这里的数数 岂会这么糟糕 正说着 一位太皇天神只走来 身穿道袍 手持浮沉 道鼓先锋 问讯道 诸位小友是否是道门中人 林轩道主 与一众道门道士欣喜若狂 林轩连忙还礼 产生道 晚辈林轩 舔为道门门主 前辈是我道门的得道高人吗 那尊太皇天神只心喜道 果然是道门的 平道也算是道门的 我叫查 道号查道人 原本是在昆仑看守山门的异兽 灾便发生时 我追随天青道人修炼得道 天青道人战死 我便留在这太皇天 一众道人瞪大眼睛 有些不知所措 道门的确有高人在太皇天 但却是看守山门的异兽得道 看来也不可能精通先天太玄弓和道剑 因为道门的一切绝学 都是建立在数数的基础之上 而太皇天的数数如此之烂 根本不可能有高深的数数造诣流传下来 这个查道人 多半是靠其他功法修炼的道 众道士黯然神伤 林轩道主勉强笑道 查前辈这些年辛苦 前辈能否行得方便 让我到门安顿下来 这几位是小玉京的道友 也暂时没有落脚之地 查道人笑道 这是简单 秦教主和颜康国师吩咐过 只要是颜康过来的朋友 都不得怠慢 话说你们认得秦教主罢 端帝是其男子 在我太皇天名声显赫 地位非凡 听说还是天圣教主 端帝是圣人出身 又是鼎鼎有名的霸体 好多人都慕名而去 投奔天圣教 林轩道主面色古怪 心中富匪道 不是魔教的吗 查道人道 这天圣教传称自天师 名头极大 咱们道门不要被压下去了 对了 天青道人战死前 留下了一些东西 在我这里 我一直保存着 第五百七十七章 傻袍子们 林轩道主等人大喜 查道人将头顶的道观摘下 轻轻旋转道观上的阴阳太极图 从里面取出一些点极 一杆叉和几块带有剑痕的石壁 那杆叉应该是他的神兵 这些书一直放在我这里 都是些古怪的符号 我也看不懂 他头顶长着坚硬的白毛 从头前到脑后 两并却是黑色的 与其他道人不一样 其他道人挽着发际 而他则是平头 头顶的白发削得整整齐齐 显得很是精神 这个平头道人 将那杆叉插回到观里 风尚太极印 又将道观带起 林轩道主翻阅这些点极 检查石壁上的剑痕 心头砰砰乱跳 不禁落泪道 我师父和历代道主 一辈子苦言第十四剑 始终没有参无透彻 原来玄机不在剑中 而在天象之中 师父倘若尚在人世 一定会很欣慰 诸多倒是想起前任道主 落泪大哭 林轩道主将这些点极传阅众人 先天太玄崩的后续心法 还有一些点极 是天青道人研究道剑后续剑法的心得 天青道人记载的很是详实 演算也很是缜密 也难怪查道人看不懂 王木然低声道 清幽师伯 咱们小玉京有什么高深传承没有 清幽山人摇头 没有 王木然气道 咱们小玉京不是颜康第一圣地吗 道门 大雷音寺都有更高的传承 咱们小玉京没有 如何与人家相争 就连天圣教也有一个天师 咱们小玉京便没有玉地之类的强者 传下神纪法门 咱们小玉京与世无争 从来没有争过第一圣地的名头 清幽山人耐心道 那是世人给咱们小玉京的虚名 不要也罢 王木然气节 无奈之下 向查道人道 道人 敢问秦教主何在 查道人道 秦教主 今日有好多人寻他 都是些古怪的人 还有个奇牛的 不过他此刻不在离城 而是出门去了 说是要去魔族那边 让他的做其历练一番 王木然吃惊道 他一个人去了魔族的领地 这倒不是 我太皇天 已经在魔族领地那边 打下了一片领地 在吴望城废墟建立了少台 有丧业尊神在那里助手 太皇天和颜康的许多神通者 都在四处搜寻魔族游兵散勇 查道人道 最近没有战士 暂且还算平静 双方都没有出动大军 都是些魔族和人族的神通者 在战场边缘相互较量 秦教主不会有事 他说的是 太皇天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这里武风昌盛 无论魔族还是人族 都崇尚武力 在没有大规矩战士的情况下 魔族的神通者 会四处游击 人族也是如此 许多年轻的魔族 和人族神通者交锋 神魔很少会插手 任由两边神通者碰撞 这也是锻炼晚辈的一种极端做法 王木然等人 初次来到太皇天 还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王木然又询问道 秦教主是否通过震神塔的考验 他哪里需要 查道人露出钦佩之色 道 他刚来太皇天 便在离城堵战中 连杀魔族最顶尖的四大高手 迫使真魔傅日罗 不得不让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认输 之后的经历 才成传奇 秦教主被傅日罗掳走 十万里逃亡 几乎将魔神七星境界路合境界的弟子 杀得金光 还有不少天人境界的魔神弟子 也葬送在他的手中 而经秦教主的实力 已经不需要去通过震神塔的考验了 王木然身躯大阵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突然转头道 师伯 咱们真的没有高深传承 清幽善人笑道 咱们小玉京的传承还不够好 咱们小玉京的传承虽然有缺陷 但都是最顶级的传承 只要补全了缺陷 你不会比道主逊色 而太皇天就是补全缺陷的好地方 你可以学习其他人的优点 融合我小玉京的功法 王木然颓然 嘀咕道 小玉京的功法这么多 想要融合哪有这么容易 清幽善人鼓励道 有智者是进城 我很看好你 等你参无透彻 第一个传给我 我老了 脑筋也不如你们年轻人聪明 公子 龙胖怎么没有像姜苗苗画形 吴望城到离城之间 有着两千多里地 狐狸儿跟在琴木身边 看着龙麒麟 正在与一位魔族的天人境界 强者争斗 好奇到 姜苗可以画形 龙胖肯定也可以 琴木呼吸悠长 霸体三丹弓在体内运行 元气运行时 发出阵阵龙银 道 我也不知 难道是太胖了 无法画形 却也不像 狐狸儿嘀咕道 我觉得还是因为太懒 龙麒麟的麒麟珠极强 论修为 已经不逊于生死境界的大高手 然而整体战力却不高 被那个魔族强者 打得遍体鳞伤 琴木也不帮忙 站在旁边看着 而对面也有几位魔族高手 没有插手 也在观望这场战斗 太皇天的规矩很是奇特 倘若只是神通者之间的遭遇 便往往单对单对决 很少一拥而上 琴木十万里逃亡 被数以百计的魔族神通者追杀 屡次遭到围攻 魔族之所以不守规矩 其根源还在于魔族的魔神下了诛杀令 龙麒麟奋力厮杀 突然参悟出 祖龙太玄公的一个奥妙 立刻催动麒麟珠 以麒麟火化作无数龙形火焰 向对方卷去 他随即身躯一摇 身上的龙麟飞起 化作明晃晃的明镜 反弹对方攻来的神通 那魔族强者 被自己的神通和火龙逼得手忙脚乱 突然一口口龙麟翻飞 在他四周疯狂旋转 那魔族强者任何攻击都无法递出 神通攻出便被龙麟弹回 龙麟形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麒麟珠飞入包围圈中火光大作 里面传来一声惨叫 那魔族强者被烧成灰烬 龙麒麟摇身收回龙麟 张口吞下麒麟珠又惊又喜 叫道 教主 我打赢了 我终于打赢了一次 琴木狐疑 灵儿 龙胖跟随虎师兄修行这么久 一次都没赢过 狐狸儿点头 一次都没赢 黑虎神原本说丢脸 要他给那些击败他的魔族磕头道歉 后来黑虎神习惯了 龙胖也习惯了 琴木无语 龙麒麟趾高气昂 点着脚尖撬着尾巴 一路小跑来到他们身边 围绕琴木和狐狸儿来回转了几圈 得意洋洋 对面走出一位魔族高手 叫道 对面的是琴木琴教主吗 琴木道 正是琴某 敢问阁下是 无名之辈 告辞 那几个魔族高手分头匆匆离去 琴木微微皱眉 这几个魔族都是天人境界的强者 单对单踏很难战胜对手 而这些魔族高手分头行动 在他看来就有些不治了 这岂不是给他干掉其中一人的机会 公子 这些魔族似乎是为了逃命 狐狸儿取出一个大盆 让龙麒麟留些龙弦 为他涂抹伤口 疑惑道 他们连起手来 本是只怕比我们厉害 但却逃命 莫非是为了传递消息 稳妥起见 咱们应该立刻返回黎城 琴木眉头挑了挑 道 再往前走便是桑叶尊神镇守的吴望城哨台 回离城太远 去哨台更近 有桑叶尊神在 等闲魔族强者也不敢过来 他跳到龙麒麟背上 狐狸儿收了盆也跳上来 龙麒麟立刻向吴望城哨台奔去 距离哨台还有两百多里 琴木圆圆已经可以看到 桑叶尊神的气息 那是桑叶尊神散发出的神光 如同一道光柱直插云霄 这就是哨台的作用 给在荒野中的太皇天神通辙指明道路 倘若遇到凶险 可以去那里躲避 突然 是秦教主吗? 琴木看去 只见这荒野中还有一个小山村 正有几个太皇天的神通者 在山村里歇脚 山村里已经没有了他人 这些人多是熟人 其中一个女子叫做冠河 是语何引荐给琴木的一个太皇天神通者 天人境界的高手 在太皇天天人境界的高手中排名第九位 实力极其强大 他是一尊神奇的弟子 擅长剑法 琴木因为天圣教在太皇天扩张在即 便任命观河为天圣教太皇天剑堂的堂主 观河 你们怎么在这里? 琴木从龙七灵背上跳下 看向其他几个神通者 也都是天圣教在太皇天的堂主乡主 真是教主 观河笑道 我们在附近历练 遇到一些魔族高手 刚刚杀了一人 就在那边 此人实力极强 我也是苦战良久 这才将他击杀 琴木向他指的方向看去 死的那个魔族高手 正是刚才逃走的魔族中的一人 四周还有些战斗痕迹 原来如此 琴木露出笑容 道 观堂主辛苦 天色将晚 我打算去哨台 你们是否要同行? 观河眼睛一亮 走上前来 笑道 我们也正打算回去 其他几人走上前去 琴木当先一步 向吴望城哨台走去 观河连忙跟上 笑道 教主何故这么匆忙 这里 都是咱们教中高手 还能怕谁不成? 我被魔族认出来了 唯恐他们换来强者 在前面阻挡去路 琴木露出笑容 道 观堂主 你师父是谁来着? 上次语和向我介绍你 我忘记询问了 观河连忙道 家是天风垢 教主见过的 原来是天风垢尊神 琴木点头 好奇道 这几位堂主乡主的师父是谁? 一个少年笑道 我们也是天风垢的弟子 琴木又点了点头 拍了拍走在自己身边的龙麒麟的粗壮脖子 笑道 观堂主 你们与那位魔族天人境界 强者交手 一定是速战速决 我关你们留下的神通痕迹虽然不小 但是这些痕迹 却并非是致命伤 真正的致命伤 是观堂主 从这个魔族身后捅出的剑 一剑毙了他的原神 当时观堂主 与那个魔族高手的距离 应该就是 咱们现在这么近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聊着天 然后观堂主杀了他 观河脸色微变 突然一颗巨型麒麟珠腾空 煞时间到处都是熊熊麒麟火 焚烧一切 火光中 一口飞剑传出 观河剑光迸发 他的剑法刚刚施展出来 琴木点在自己眉心的剑指刺出 剑完化作炫目的剑光呼啸而去 观河的剑法击溃 将他眉心洞穿 琴木收剑 四周是燃烧惨焦的天圣教堂主和香主 随即被一面面巨大的龙麟斩断头颅 龙麒麟身躯一摇 龙麟回体 龙胖 你又胜了几场 琴木抓起剑丸 轻声道 公子 他们便是刚才那些魔族要通知的人 狐狸儿从龙麒麟耳朵里探出头来 纳闷道 那么天风够尊神 琴木正要说话 突然耳朵动了动 豁然转身 谁 一头袍子从山林中跑了出来 晃了晃小尾巴 好奇地看着他 然后一群袍子从山林中跑了出来 仰头好奇地打量他们 原来是群傻袍子 琴木松了口气 傻袍子们上前 仰头看他 很是大胆 琴木心中微动 突然一个清亮的声音传来 琴教主 你杀我弟子 是否该给我一个交代 第578章 熊跑脚扑朔 慈跑眼迷离 琴木飞一般 取出太阳玉眼和太阴玉眼 立在身前身后 同时一面面旗帜围绕周身飞舞 将四周方圆石部的生灵 统统纳入旗帜的阵纹之中 那是传送旗 他动用传送神通 需要一点时间 而传送旗 则更为方便 可以在瞬间启动 而且传送距离更远 他炼制这些阵旗 便是为了提防遇到神魔来袭 免得自己像落如复日裸手中那样陷入被动 传送旗虽然只比传送神通快一线 但一线时间便可以救命 不料传送旗刚刚旋转 旗面符文刚刚亮起 突然一面面大旗砰砰爆碎 破碎的旗帜像是彩蝶四下飘散 只剩下一根根旗杆 横七竖八地插在地上 什么的出手速度 比我预计的要快很多 琴舞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和心思 立刻启动两只寓眼 寓眼中太阴之气化作月光 太阳之气化作阳光 无比浓烈 两枚玉眼一左一右被他扣在手中 随时准备迎敌 玉眼的光芒粗大 嗡嗡地扫向四周 这两枚玉眼在瞳孔最大时 没有多大威力 只能用来照明 但只要琴舞的手掌牵动玉眼的神经丛 便可以让玉眼中的阵法变化 将太阳太阴两颗星辰的光芒汇聚而来 变成一条线 这两条光线便拥有了伤到神奇的实力 他早已经在幻龙军身上试验过了 沉声道 来者莫非是天风够尊神? 是我 一个白衣圣雪的女子 迎着太阳玉眼的月光徐徐走来 果真是个美丽的女子 绣发盘成朝云镜相继 双骨绣发纠缠盘起 微微斜垂 她的裙摆很大 上身公装宽松 但腰肢却很细 隐隐一握的细腰 她有着一种别样的风情 双眼冷淡 似乎很难有什么东西 值得让她动容动心 秦木眼搅抖了抖 这样的女子如果打定主意 认定一件事情 很难让她改变主意 她身边一群傻袍子 根本不怕走来的天风够 正在咬着她的衣摆 用舌头卷着往嘴里送 还有几只傻袍子 仰着头好奇地看着她 一只公袍子 冲她悠悠地叫唤着 秦木如临大敌 紧张地盯着天风够 不敢放过她任何动作 不过袍子扯得太紧 她也不得扯了扯一惊 将自己的衣服 从袍子嘴里扯出来 哟!哟! 几只公袍子发怒 低头用脚撞她屁股 你撞一下 后退几步蓄力 我撞一下 后退几步蓄力 秦木稳如山月 一动不动 任由这些袍子 对着她的屁股撞来撞去 难怪大尊会给自己接上鹿腿 这些袍子太能磨人了 天风够扫了这些撞击秦木的袍子一眼 目光又落在秦木身边的两只玉眼上 道 秦教主是否能给我一个交代 你为何杀我弟子 而且一杀便灭我满门弟子 我只有这几个弟子 悉心教导 却都死在秦教主的手里 哪怕你是天师弟子 也须得解释明白 看来封够尊神对自己的弟子做了什么 并不知情 秦木脸上的紧张之色消失 显然是松了一大口气 目光惩治 道 封够 你的弟子官和 与这几位师弟 已经投靠了魔族 意图加害于我 我迫不得已 这才施以落手 否则我性命难保 天风勾勒了一声 道 秦教主说 我的弟子投敌 一定可以拿出证据吧 秦木抓起两眉玉眼 徐徐后退 道 封够尊神请随我来 他一步一步地退去 两只玉眼依旧稳稳地扣在手中 随时应变 隆其林拖着小狐狸也在缓缓后退 他们屁股后面 那九只傻袍子 还在傻乎乎地撞着他们 很是顽强 秦木慢慢退到那个小山村旁 退到村子里 沉声道 封够请看 天风够向那具魔族天人境界的强者尸体看去 瞳孔微缩 秦木道 这些神通留下的痕迹 应该都是封够弟子的神通吧 这并非是一个人的神通 而是五个 官和告诉我 他与这位魔族高手对决 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此人斩杀 那么 为何是五个人的神通痕迹 天风够淡淡道 官和冒领功劳也是有可能的 封够尊神 莫非看不出尸体上的致命伤 你是剑法高手 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一剑刺杀这尊魔族高手的原神的 必然是极尽的距离 秦木沉声道 从尸体的表情来看 他根本没有想到 官和会对他下手 所以他的表情是吃惊 官和距离他这么近 他没有防备 被官和斩杀原神 若是敌我两方有可能吗 既然不是敌我 那么一定是朋友了 封够尊神的弟子勾结魔族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 天风够目光闪动 轻声道 需要 我还有些不解 既然是勾结魔族 那么官和为何要杀了魔族 因为 他需要用这个魔族高手的头 来取信于我 秦木继续道 这样他才能顺利地接近我 封够尊神在看 这里 是否有魔族的神通 既然是交手对决 那么为何 这个魔族高手 一个神通也没有发出来 就死了 以封够你的眼力 看出这一点不难 天风够面无表情 还有呢 秦木道 这里的神通痕迹 看起来对决很是激烈 但是没有任何神通摧毁这个小山村 甚至没有波及到这个小山村分毫 说明他们五人都有参与 当时其中四人 就是在这个小山村中施展神通 破坏现场 这也可以算是证据了吧 天风够吐出一口浊气 没有表情的面容露出一丝笑容 秦声道 秦教主明察秋毫 看来的确是我的弟子 投靠了魔族 是我收徒不查 险些酿成大祸 狐狸露出疑惑之色 看了看秦木 秦木却如释重负 笑道 不知者不怪 也是魔族用心险恶 奸诈无比 封够尊神 只是一时被他们蒙蔽 将来肯定也会发现端倪 大意灭清 他屁股后面 傻袍子们继续盯着 他的屁股撞去 砰砰作响 秦木揉了揉屁股 他的袍子 真有股狠劲倔劲 天封够又收了笑容 道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 那么我也不便打扰了 谁在那里 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刺耳 话音刚落 只听丧叶尊神的声音传来 笑道 封够 不要误会 是我 秦木终于放松下来 握紧欲眼的双手松开 手心里都是冷汗 湿打打的 胡灵儿也如释重负 低声道 公子 秦木摇头 压低嗓音道 先别问 他刚才已经注意到 吴望成遗迹处的哨台 桑叶尊神散发出的神光突然消失 便知道 桑叶尊神已经发现了这里的动静 毕竟 秦木已截剑第一式开截朱砂关和 开截剑的动静极大 十里剑光 几乎是瞬息爆发 桑叶尊神想不注意到都难 桑叶见过秦木这一招剑法 见到剑光便肯定会赶过来 因为能够值得秦木动用截剑的 肯定都是了不起的敌手 他前来查看 无论天封垢是否是魔族的奸细 秦木都算安全 刚才秦木步步后退 来到这个小山村 看似是向天封垢解释 实际上是向桑叶尊神解释 自己杀天封垢弟子的原位 原来是桑叶师兄 天封垢放松下来 神色淡然 我与秦教主有些误会 现在误会已经解开了 桑叶尊神走来 道 误会解开了便好 不过有一件事我很奇怪 为何封垢施解你的弟子 全部投靠了魔族 一人叛变倒也罢了 毕竟面对生死 很难守住是非善恶 但全家叛变 这才是令人奇怪的地方 天封垢没家上扬 道 那么桑叶尊神以为呢 桑叶尊神脉步走到秦木 与天封垢之间 道 弟子五人 悉数叛变投靠魔族 很难不让人怀疑到 师父是否也投靠了魔族 封垢曾经是构成的城主吧 1500年前 构成被迫 只有你和少数人活了下来 而我离城被迫 尽管我全家几乎悉数战死 只活下来我们妇女 但是离城的百姓 却被我护下来不少 是龟魅城生还者的十倍之多 他背负双手 继续道 还有奔 同仁 大有等神城 我查过这些神城被迫之后 有多少人存活 活下来的百姓 也比封垢的构成多得多 秦木目光闪动 看着桑叶尊神背在身后的手掌 桑叶尊神的手掌 在做出一些古怪手势 意思是 情况危急 让他们快走 难道桑叶尊神不是天风垢的对手 秦木心中凛然 咳嗽一声 道 两位尊神 我还有事在身 先行告退 他的退走方向 恰恰是在桑叶尊神的背影之中 一步一步后退 始终没有离开桑叶的背影 只有这样 才可以避开天风垢的目光 天风垢道 秦教主是打算去吴望城哨台吗 你能确定 桑叶尊神便不是叛徒 我的弟子叛变 为何会恰恰出现在附近 恰恰就在吴望城哨台不远 镇守哨台的是桑叶尊神 倘若他是叛徒 你去吴望城哨台 必然是自投罗网 那里必定已经有魔神在等你 你如此聪明 不会让自己置身险地吧 狐狸儿头大如斗 觉得自己的思维有些转不过来 低声道 公子 他们谁才是叛徒 天风垢的声音传来 道 桑叶尊神是主动提出 建立吴望城哨台的吧 哨台处在魔族的领地之中 你建好哨台有大半个月的时间了 至今没有哪尊魔神来寻你的晦气 你是运气好还是另有隐情 琴木停下脚步 头也有些大了 桑叶尊神在魔族的领地内 打造了吴望城哨台 没有魔神前来寻他晦气 的确有些古怪 天风垢继续道 我的构成虽然活下来的人不多 但活下来的神奇除了我之外 还有两位 桑叶你的灵程 活下来几尊神奇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了吧 难道他们都是死于魔神之手 桑叶淡淡道 跟你一起 活着走出构成的那两位师兄 现在何在 据我所知 他们尽管从构成之战活了下来 但却死在了后面的吴望城之战中 他们也都死了 构成活下来的 还是只有你 狐狸儿紧张地 将自己六条尾巴抱在怀里 公子 我已经晕了 琴木喃喃道 我也晕了 不过判断谁才是叛徒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去吴望城遗迹 倘若桑叶尊神是叛徒的话 那么一定有魔族的强者 在那里等着我自投罗网了 倘若没有 那么 他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一个高大的身躯从天而降 轰隆一声落在他的右方 那是一尊魔神 琴木眼角微微跳动 这尊魔神他见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临城之战中 杀了桑叶桑化满门老小 第二次是在离城 当日桑化与他一起 被黑虎神驮到离城时 桑化一直盯着这尊魔神 这尊魔神身上有着火焰纹烙印 两只眼睛像是火苗月洞 这尊魔神降临 三尊神魔三足鼎立 天风够轻声道 魔神火屠罗 是从你的吴望城少台来的吧 桑叶尊神瞳孔咒缩 咬牙道 火屠罗杀我满门 只有我女儿逃生 我岂能投靠魔族 投靠他 火屠罗微微皱眉 声音洪亮无比 震动山林 事已至此 我们二对一 还需要遮遮掩掩的吗 还是撕破脸 速战速决吧 复日罗尊王 已经等不及要看到性情的小子了 四周一片沉默 过了片刻 天风够轻声笑道 秦教主喜欢从蛛丝马迹中推测真相 我也只是想玩一玩 看他笑话而已 玩弄人心 不正是魔神喜欢做的事情吗 秦目心中冰凉 天风够笑道 火屠罗 你擒下秦教主 我来送桑叶上路 火屠罗转头看向秦目 秦目紧张的后退 突然只听喷的一声 傻袍子还在撞着他的屁股 撞得生疼 秦目不禁大怒 愤然拔剑架 在一头弓袍子的脖子上 恶狠狠道 再撞我 我便杀了你 天风够哥哥一笑 向桑叶尊神扑去 与此同时 火屠罗附身下来 咧嘴露出笑容 探手向秦目抓去 你便是荡日凌晨中那个黑影 你掩护桑家的小丫头逃走 很英勇啊 我都没能杀得了你 不过现在 你再逃一个 让我看看 秦目见下的那头弓袍子 突然整齐裂开 一道刀光从山林中亮起 惊艳无比 连天空都被切得裂开 刀光镜自从火屠罗的手掌滑过 从火屠罗的脖子滑过 空中留下一道无比鲜薄的黑线 黑线薄得难以想象 几乎没有任何厚度 那是被切开的空间 空间还未曾来得及愈合 接着 那道惊艳刀光 猛然顿在秦目的脖子上 裂开的弓袍子中 站起来一个高大的老者 脸上是横肉 还有落腮胡须 四面八方不听管束的怒长 老者满脸怒涩 将刀架在秦目脖子上 气急败坏道 木耳 撞你屁股怎么了 瘸子瞎子和哑巴 一直撞你屁股 我才撞一下 你就要杀我 你还说你不偏心 他们有我疼你吗 第579章 来路不正 秦目连忙收剑 又惊又喜地看着面前的高大老者 喜道 徒爷爷 他话音未落 其他袍子突然裂开 一个个身影冲天而起 拦截扑向桑叶尊神的天风垢 天风垢的剑光 刺向桑叶尊神 已然来不及变招 一杆长枪化作黑龙 搅散剑光 天风垢郊区大阵 这杆大枪腾挪变化 化作黑龙每一枪 都点在他的剑招的中枢上 让他的法力断断续续 难以将剑法的威力发挥出来 他精修剑道 在剑法上的造诣 可以说是太皇天数一数二的存在 当然 秦目打开太皇天与颜康的通道之后 颜康的剑法传到太皇天 他的剑法便无法称得上数一数二了 颜康国中 有着太多剑术超越他的高手 让他感觉到恐怖的是 这杆黑龙枪竟然能够以弱破墙 将他的法力打碎 天空中一心闪烁 枝旧大罗天心立场 就在他与黑龙枪碰撞的一瞬间 突如其来轰击在他的胸口 这是一种神通 是将朱天心斗星术化作的神通 在神通的变化上 颜康的神通也要胜过太皇天许多 天风垢闷哼吐血 急速后退 突然后心一凉 背后无声无息地出现一个老者手中持刀 他自己撞在这老者的刀上 背着一刀捅入后心 这一刀的威力并不强 显然这个相貌 憨厚老实的老者 只善于背后捅刀子 但在招式威力上 却有着不足之处 天风垢挥剑向后扫去 剑光还未来得及扫中后面的憨厚老者 又有一个背着炉子的老汉 一锤砸下 那大锤老汉身后炉子火光冲天 这一击竟然无比沉重 威力大得可怕 一锤将天风垢砸的骨断金蛇 连帆滚落地 身形高高弹起 随即再度落下 再度弹起 他实力高绝 还在桑叶尊神之上 依旧未死 心知自己落入埋伏 肯定不敌这么多高手 立刻带伤逃顿而去 他纵越百里 突然回头 看到一个无比高大的老者 抬起手掌正在卷着天穹 天风垢心中一震 这老者的耳朵 是一双亮蒸蒸的铁耳 他的身体竟然显得无比伟岸高大 比真神真魔还要庞大 竟然将他所在的空间折叠起来 他不可能有这么恐怖的法力 他刚刚想到这里 立刻发现 那铁耳老者 并非是将空间折叠 而是自己刚在被打铁老汉中创后 落在了一幅画中 此刻 他正在画中奔逃 天风垢立刻催动神剑 将空间撕裂 这幅画顿时裂开 一道剑光 直奔铁耳老者的面门而去 铁耳老者看似伟岸无双 实力惊天动地 但其实实力不济 见到这一道剑光奔来 便知道自己绝对接不下 连忙转身便走 突然黑龙枪刺来 打散天风垢神剑的招式 天风垢从画中跳出 迎面便见一个浑身穿雕的壮汉 骑着一头青牛冲来 刀法绝艳 招法繁复 是一种自己前所未见的刀法 内藏法术神通 威力其大 他低估了这一刀的威能 顿时吃亏 刀光闪过 自己持剑的右手 被生生斩断 鲜血飞洒 天风垢闷哼 左手抄剑 正要一见刺杀那个奇牛壮汉 却见一个绝美女子掌心内扣 空间溃缩 他顿时身不由己 向那个女子的掌心飞去 哄 打铁老汉鞋刺里冲来 一锤砸在他的脑门上 天风垢浑浑噩噩 另一个身材矮小的老者黑龙枪 攻破他的神剑招法 诡异地在空中连环折向 刺入他的胸口 碰 他的脸撞在那绝美女子的手掌上 大罗天心掌力爆发 整张脸顿时血肉模糊 那女子双手翻飞 围绕他飞速游走 食指连连点出 封印他的元神惊魄 天风垢的一声坠落在地 元神也无法逃顿出去 被封在破破烂烂的肉身之中 他还没有咽气 目光昏沉 却见一个青铜面具男子 飞速来到跟前 一口口银针插入他的身体 那青铜面具男子 传入他耳中的声音似乎越来越远 笑道 有我在 他死不了 你们放心 只管狙魂出来拷问 桑叶尊神呆呆地站在那里 茫然不知所措 他还未曾来得及与天风垢交手 天风垢便被这些怪人解决 不过 天风垢的确是一个极为厉害的存在 他的实力尽管不如真神 但也相去不远 自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桑叶已经准备好随时舍身取义 只是可惜 秦木只怕会与自己陪葬 也幸好这些怪人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 一通乱打 将天风垢重创封印 否则 自己与秦木肯定一命呜呼 而另一边 秦木小心翼翼地伸手推开架在脖子上的大刀 屠夫哼了一声 大刀又架在他的脖子上 秦木再推一下 屠夫还是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显然还在生气 秦木小心翼翼道 屠爷爷 你披着袍子皮 婆婆的法术如此精湛 我看不破 不知道是你 倘若我知道是你 是断然不会把剑架在你的脖子上的 我不管 屠夫冷冷道 老子寒心如苦栽培你 将你养大 你却因为我打了你的屁股便要杀我 我的心凉了 他身后 火屠罗的手掌五指突然频频分开 一根根指头脱落下来 坠在地上像是一根根肉柱子 啰 火屠罗喉咙中传来一响 缓缓地挪回双手 颤巍巍地向自己的脖子摸去 他竭力地维持身体平衡 动作不敢太快 每挪动一丝都小心翼翼 不过 他还未曾来得及摸到自己的脖子 脖子上的脑袋便已经失去了平衡 慢慢地向一旁划去 火屠罗双手加快速度 向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抓去 碰 一声巨响传来 他两只手在脖子上方碰在一起 而脑袋则正在身边坠落 鲜血从他的脖子中喷出 将他的双手染得腥红 好快刀 火屠罗的头颅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头颅落地 滚动两周 终于眼瞳中的火焰熄灭 缓缓闭上眼睛 琴木羡慕非常 赞道 屠爷爷的神刀出神入化 我便远远比不上 少拍马屁 屠夫面色阴沉 握刀的手纹丝不动 大刀还是架在琴木脖子上 你偏心 不疼我 你疼哑巴瘸子瞎子 那三个坏呸都不疼我 我只是 看他们三个撞得热闹 我才撞一下 然后你不要杀我 师弟 霸山从青牛背上跳下来 欣喜万分地奔过来 叫道 师弟 你以为老师生气了吧 老师答应 重新收我为徒 列入门墙 不过提了的条件 就是让我嗓门小一些 说话少一些 他们说来寻你 我就说 小师弟机灵古怪 一定不会出问题 果然没有出问题 天刀老师 你怎么把刀放在师弟脖子上 快放下来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情 是几句话不能解决 屠夫挥刀 大刀落在霸山大祭九的肩膀上 霸山立刻住嘴 一言不发 脸憋得通红 琴木诧异道 霸山师兄 屠爷爷只是装死 并没有把你踢出门户 你怎么又重新拜师 霸山恍然大悟 把刀推开 声音突然洪亮了一两倍 怒道 老头 你炸我 屠夫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 寒怒看向琴木 琴木揉了揉屁股 还是火辣辣生疼 瞎子 哑巴和瘸子是下了狠手 屁股差点血肉模糊 我早就该怀疑 这些傻袍子 为何只盯着我撞了 哑巴爷爷 瞎爷爷和瘸爷爷最坏了 连兔爷爷也要被他们带坏了 瞎子背着 黑龙腔走来 看了看琴木 咧嘴露出笑容 琴木沉着脸 向司婆婆迎了上去 瞎子挠了挠头 怒道 杀猪的 你出卖我 屠夫也有些心虚 老头道 哪有 老瞎子 你莫要血口喷人 龙子走过来 道 我都听到了 你出卖了瞎子 哑巴和瘸子也被你出卖了 你一个龙子听到个屁 屠夫气急而笑 哑巴手中的大锤化作一口口见完 流入箱子里 提着箱子走来 大意凛然道 阿爸 阿爸 说得好 瘸子扶掌道 屠夫嘴上 就是没有个把门的 屠夫眼珠子一转 把刀 从霸山大祭酒的脖子上拿下来 和颜月色道 霸山 老子说不过他们 你来得为师辩解辩解 霸山两只拳头捏得啪啪作响 大步走到众人面前 清了清嗓子 正要开口 桑叶尊神道 几位前辈 是从天庭来的 前辈 天庭 瞎子仰头 看着这尊神奇 嘿嘿笑道 我们来自大虚 并非是天庭 而且 敢问师兄多大了 桑叶尊神笑道 大虚就是原本的开黄天庭 我今年2084岁 瞎子缩了缩脑袋 闷哼一声 我今年562岁 众人突然觉得自己好年轻 不由神清气爽 秦牧来到丝婆婆身边 却见丝婆婆以法力 将天风垢立在空中 正用大玉天魔镜中的法门 试图拘出天风垢的元神 打算拷问元神 要是在一旁炼药 用针对魂魄上的迷药 来软化天风垢的抵抗力 大玉天魔镜中 有许多极为诡异的法门 看起来像是魔道 但又可以按照正道来理解 在这方面 秦牧也有着研究 不远处的桑叶尊神看向这边 见到丝婆婆的法门 心中有些迟疑 心道 这些来自天庭的道友 好像都有些来路不正 连魔道法门也如此精通 嗯 秦教主似乎也有些来路不正 第580章 地做玄弓 秦牧倒是兴致勃勃观看丝婆婆的神通 残老村的九老哥有所长 而丝婆婆除了美丽之外 便以法术神通精料而著称 不过当年丝婆婆担心自己修炼的是魔道 因此不愿意传授给秦牧多少法术神通 只让村长 屠夫 马爷等人叫他 后来秦牧成为天魔教的少教主 丝婆婆将大玉天魔经传给秦牧 但也只是让秦牧自己去参悟 他并没有传授秦牧上面的功法神通 这主要还是因为他走的是魔道路线 对大玉天魔经的领悟有些偏差 他认为秦牧跟随龙子 马爷等人修行 熟读经典 对大玉天魔经的领悟更加正确 秦牧原本对所谓正魔看得很淡 后来意识到正魔都是由心而生 心术有魔 法术再正也是魔 心术是正 法术再写也是正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了正魔的隔阂 再到后来 秦牧发现正与魔是心术之争 而神与魔则是立场和生存之争 因此将正魔之争看得更淡 从前他与大雷音四 道门等门派打声打死 现在他早已放下一切成见 不将正魔之争的小事放在心上 现在他自己更是开了魔道神藏 一半身子踏入魔道 眼界放得更高 心放得更宽 这就是成长 一个人往往在不知不觉间便成长起来 自己不觉 但是回顾过去 才会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长大 心态变得更加成熟 尽管桑叶尊神早已是高高在上的神奇 但是他的眼界见识也未必会比秦牧更加高明 除了个人的资质物性之外 还与一个人的际遇有关 秦牧自幼经过残老村久老的熏陶 再加上离开大虚正值颜康变法 又有自己的身世 幽都 封都的历险 他的见识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到一个极高的高度 四婆婆忠于将天封垢的元神从体内秦出 封垢元神被他禁锢 无法逃脱 倘若神奇的元神逃脱 则还有可能附身在其他人身上或者草木精灵身上 附身在他人身上便是夺赦 附身在草木精灵上便是一休 你们谁来拷问他 四婆婆回头 询问众人 道 他肯定知道魔族的许多秘密 拷问出来或许对太皇天大有好处 我的手段太残忍 拷问他有些不太合适 毕竟是个美人 桑叶尊神正与瞎子等人相互介绍 文言不经连打几个冷战 撇了撇天封垢的肉身 心道 果然残忍 这女子先是打平了封垢尊神的胸 然后将封垢的脸也打平了 她的目光落在四婆婆脸上 再难一开 心中竟突然间有了续弦 再给桑花找个后娘的想法 连忙定住心神 一开目光 不敢有非分之想 道 审讯封垢的事情 还是交给庞玉真神吧 封垢毕竟是我太皇天的神奇 也是一位领袖 位高权重 咱们私自审问 有些过分 瘸子黑黑笑道 这么麻烦作甚 让药师给她喂些虫子 保管撑不了一个时辰 便全招了 狐狸儿兴奋道 还可以让虾爷爷 用黑龙枪把她原神的灵胎和魂魄分开 让她变成凡人 虾子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笑道 我的这杆枪叫做龙拓 不是黑龙枪 没错 她背后的黑龙枪突然活了过来 围绕小狐狸缓缓游动 只剩下骨头的黑龙慢吞吞道 我叫龙拓 是来自魔族的龙王 不过 你有一点没有说错 我与主公的确可以将她的魂魄与原神包开 不过那样会异常痛苦 狐狸儿好奇地打亮龙拓神枪 突然又想到一个主意 连忙举起手来 眼睛亮晶晶的 还有还有 我又想到一个 还可以让哑巴爷爷用炉子练一练 将她原神练成水 用铁水浇灌进去 看她说不说 这个小狐狸精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桑叶尊神又打了几个冷战 连忙道 还是由我来带走她审讯吧 朱军 我先走一步 前面的吴望城少台 还请朱军帮忙镇守两天 说霸将天风垢的肉身和原神抓了起来 匆匆离去 琴木连忙道 婆婆 要是爷爷 你们怎么都来太皇天了 司婆婆抬手 想要摸摸她的头 琴木连忙低下头 司婆婆摸了摸 笑道 又长高了些 胆上要湿了 再长高一点瞎子便只能到你的腰了 瞎子很是不悦 婆婆 我还在长身体 你看刚才的桑叶尊神两万多岁 个头大的可怕 可见活得越久 身体越高 司婆婆摆她一眼 瞎子 你的智力也就这么高了 木耳 我们来这里看看你 还打算看看这里的修行之法 是否能够寻到突破的办法 我们都到了瓶颈 你派到天圣学宫的那些太皇天神通者 的确很有门道 我们也看了一些学了一些 只是想要系统修炼 便还需要来到太皇天寻找更高深的法门 琴木的确与颜康国师 庞玉真神等人商议过 派一些年轻的神通者前往颜康学习道法神通 同时也可以将太皇天的功法传入颜康 补上颜康功法修炼上的不足 两边的神通者互补 的确可以让两边的神通者的实力都有着惊人的进步 不过 那只是对于神通者而言 对于司婆婆这等已经补全神桥踏入天宫 或者即将踏入天宫的强者来说 那就有些不足了 毕竟前往颜康求学的太皇天神通者 往往修为境界都不太高 而司婆婆他们则需要神迹的修炼体系 琴木想了想 问道 那么天圣学功而今是谁负责 师天王与天王他们负责 还有几位长老也在那里 司婆婆笑道 那些太皇天的世子蠢得很 笨得可怜 叔叔怎么也学不会 还是让天圣教的长老天王头腾去吧 刚才桑叶尊神说 让我们帮他镇守吴望城少胎 咱们过去吧 琴木点头 众人有说有笑 琴木也很快忘记自己血淋漓的屁股 与瞎子 哑巴和瘸子打去 青牛看到龙麒麟四个小短腿迈开 眼睛一亮 小不快跑来到龙麒麟附近 人立起来 围着他走了一圈又一圈 龙麒麟脸色阴沉 一言不发 迈一步向前走 龙拓神枪化作黑龙骨架 哗啦啦在空中游动 来到狐狸儿身边 脑袋一拱 将小狐狸拖在头顶 好奇道 他们两个有仇 狐狸儿巧声道 何止有仇 是夺妻之恨呢 他将自己知道的说了一番 龙麒麟和青牛之间的恩怨 还要从琴木进入太学院的时候说起 青牛是个风流成性的家伙 偏偏眼瞎 在太学院时认为龙麒麟是个母的 每天经过山门前都要骚扰一番 还送给龙麒麟一些花花草草 龙麒麟心知打不过霸山 只得对这头蛮牛忍气吞声 还蛊惑琴木去把青牛麻烦弄来吃掉 青木炼制诗弥香 被太医殿的太医学了去 还惹出了一番乱子 后来青牛才知龙麒麟是个公的 很是伤心了一番 然后愉快地去小母牛了 当然 这两头异兽也因此结下了梁子 青牛以为龙胖是母的 但龙胖却是公的 这岂不是夺妻之恨 狐狸儿理所当然道 黑龙摇动骨架 惊讶道 竟还有这段曲折往事 龙麒麟眼观鼻鼻观心 看似淡定却抖了抖耳朵 青牛冷笑道 抖什么耳朵 死胖子 你原来很苗条的 像个母的 怎么现在胖成这样 我都看不出来 你是在站着走路 还是趴着往前滚 你看我 他曲起胳膊 一身肉疙瘩往外蹦 冷笑道 这叫剑硕 你那叫肥肉 像我这样 打起架来才威猛 拳拳到肉 砰砰有力 龙麒麟眯了眯眼睛 张开大嘴 吐出两尺剑方的麒麟珠 在半空中光焰熊熊 照亮四周 青牛打得冷战 匍匐下来 又化作一头大青牛 转头夹着尾巴 灰溜溜的走回坝山身边 龙麒麟张口收回麒麟珠 冷笑道 肥肉 你可知我 为了这身肥肉费了多少心思 没有这身肥肉 能练出这么大的麒麟珠 狐狸儿巧声道 龙胖 得了便宜就行了 见好就收 真打起来 你未必能打得过那头蛮牛 青牛跟着坝山打过的架 比你吃过的麟丹都多 当心看出你外强中干 龙麒麟心中凛然 知道这头牛与坝山一样 都是战斗狂 而且速度比自己快 耐力比自己好 真的打起来 自己只怕不是对手 我需得加紧修炼祖龙泰玄弓才是 万一被这头牛看出来 我不是对手 肯定要来打我 他催动祖龙泰玄弓 勤修苦练 勤募见状 不由老怀宽慰 笑道 龙胖终于不用我费心了 也知道自己修炼了 对了牛二 青牛连忙跑过去 裴笑道 小老爷吩咐 小老爷忘记了 我是牛三 林二是大姐头 胖子是龙二 我排在第三 不过 我很快就能干掉龙二 排到第二了 勤募笑道 你也是青龙血脉对不对 我不久前得了一门玄弓 比霸体三丹弓还要高明 还要强横 是我平生所见的第一功法 你既然是龙族的血脉 我也传授给你 青牛大喜 哽咽道 小老爷对小牛这么好 小牛无以为报 唯有干脑徒地方 能报答小老爷之恩 勤募笑道 你在黄金宫救我性命 我还没谢你 这点小事指什么 他将祖龙太玄弓说了一番 不仅青牛听得入神 就连屠夫 私婆婆 瞎子等人也听得如痴如醉 好功法 屠夫吐出一口浊气 沉生道 前所未见的神功 木耳 这应该是一门直达天宫灵霄殿 能够登上地宿的功法吧 龙旗林心中 不禁生出强烈的危机感 按道一声糟糕 这死牛学了祖龙太玄弓 那还了得 还不得打死我 不行 我要修炼 我要吃水星神愿弹